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时间有点晚 那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 我们同居吧 我会在这个房间里跟你共同生活 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都会在一起 二十四个小时 为什么 你现在是蓝海和庄家唯一的继承人 必须二十四小时有人在你身边 保护和确认你的人身安全 并且 下周蓝海要召开股东大会 你还要补充一些行业知识 以免在那么多人的眼睛下 再犯下一些不小心的错误 我 我那次就是一次不小心 怎么进那么久啊 而且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生活啊 怎么不可以啊 就只有一张床 你可以睡沙发 浴缸 更衣室 或者 地毯 你让我睡地毯 不然 你想和我一起睡 谁 谁要和你一起睡了 怎么不可以 反正我们订婚了 谁说的啊 我 我们又没有举行订婚典礼 所以你是在提醒我 你应该向庄家要求 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 我 我才没有呢 对不起 老大 打扰你们了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耽误不存在 你们继续 你 你这是干什么 帮我老大搬家 搬 搬家 从今天开始 你们可是床头吵架床为何 大小姐 对我们老大狠一点 他从来都不会叫 痛 老大 老大 晚安 老大 再见 老大 晚安 蓝寒一星所有的经营事务 你也都要记清楚 不过你不用担心 我会帮你 下周的股东大会 也不会让你有任何差错 不过你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 去生活 不用管我 你 你就在这儿睡啊 我 我不是其他意思 我 我的意思是 我本来睡眠就很少 不用管我 快去睡吧 好 好 你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你是在提醒我 应该向庄家要求 立刻和你举行订婚典礼吗 从未感到孤单 应有你的陪伴 从未时刻否认 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 命运兜兜转转 化作无限期盼 我想你会喜欢 在阳光下铺满花瓣 就这样再陪你去 起床 才六点半啊 走 不行了 不行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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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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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 το peut 我自己 红着的你 就是我和你 You and me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 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难用力 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 恨不住要向你靠近 这一次紧握是双手彼此心连心 感觉心都让人不思议 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I do 就这样的抱紧你 就这样的亲吻你 就这样的配合你的小人情 想和你去看流星 想和你修了爱情的秘籍 你这个意义就是我和你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 没关系我又让你依赖的难用力 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 恨不住也向你靠近 这一次紧握是双手彼此心连心 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 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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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 一会儿我睡着的时候 不要哭尽我 一个老朋友的妹妹 你安排时间见一下 不光是为了你自己 也是为了蓝海 和你去世的妈妈 抱歉 我好像认错人了 没错 你父亲的朋友 是我哥 不好意思 我还以为 你以为上次工作上 没有达成合作 我就跟踪到你生活里来了 我哥在提起你的时候 说你为人处事都格外好 果然不错 但是 我拒绝 你不是我喜欢的男人类型 我也绝对没有跟你 日久生情的想法 所以无论我们怎么相处 都永远不可能走在一起 上次拒绝是你先说的 所以这次拒绝 一定由我来说 那正好 我也没有这个想法 那我就先走了 不过生活上的拒绝 不代表工作上的拒绝 林先生 我和我的时尚工作室 依然对你的珠宝设计 充满了兴趣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你离开蓝海 跟我合作 我以为 我上次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那是上次 这次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了 据我所知 蓝海现在深陷海外危机 新来的那位庄大小姐 有没有能力掌控 整个蓝海集团都难说 更何况哪有精力扶持你的设计 林先生 你的目标 应该不只是小小的蓝海集团 而是设计界的国际大奖吧 蓝海现在给不了你的 只有我 再给你一次机会 四十八小时之内 请答复我 四十八小时 蓝海一兴宣股东大会结束的时候 好 怎么这么多人啊 好像有什么大会议 那岂不是大老板 大大老板什么的都得来 不叫 我也搭起精神来 三十八小时 都会不设计 真是 就不设计 你 我 就是 这个庄大力 不设计 确实说是 嗯 啊 怎么会 倫 晒 你 只怕不得好了 这老董事长也是太草率了 居然把这么大的一个集团 就托付给一个 二十出头的小丫头 他们就是因为她是 钱庄大小姐的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怎么着 十几年没在国内 又没有任何产业经营经验 让她来当我们 蓝海集团的总裁 怕是将我们蓝海集团 往海里塞吧 你可别这么说 等会儿她人来了 你人来了怎么着 人来了我也这么说 这蓝海集团总裁的位置 大小姐是要坐这个位置吗 大小姐可要知道 这个位置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随便坐的 她不能坐 大小姐 你来 你来 这个位置当然不是什么人都能坐的 但身为老董事长亲口任免的 蓝海集团继承人 庄大小姐坐这个位置 理所当然 我们当然知道 大小姐是我们老董事长亲自任命的 可现在蓝海集团 正处于海外巨额债券的重大危机当中 对于一个毫无商业经营经验的人来说 庄大小姐能带着集团度过这个危机吗 如果可以力挽集团于危难之中 理应可以坐这个位置 但是大小姐如果只想坐个江山 却没办法帮助各位股东 守住这个江山 那么这个位置 恐怕大家 也没办法答应吧 你看看 才刚刚开始 就给她下马威了 新城 结果 我今天既然回到庄家 那我自然是有胆坐这个位置 我今天既然敢坐这个位置 那我自然是有信心 带着蓝海一星 克服重重难关 也请各位蓝海集团的 股东们放心 从今天起 我会替大家守住蓝海一星 同时 我身边这位颜先生 也会跟我一起进入集团 我们将会一起齐心协力 带着蓝海一星 重回行业巅峰 带着蓝海一星 这一间不是 这一间不是 爱神 谁呀 抱歉 认错人了 等一下 你 你叫什么名字 你也是这间公司的吗 我是第二设计师 新来的实习生 我叫绕敏娜 你怎么走了呀 我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不过真的好冷酷 好无情 好喜欢 很像漫画剧里的男主 我 我刚看到什么了 怎么样 我演得还不错吧 做得很好 想要完全掌控蓝海一星 的确要先制服这些股东 所以接下来 解决蓝海集团在海外所有的债券危机 是你在这里首先要完成的第一件大事 我 江秘书室 把所有海外债券的资料 全都送过来 乔秘书室 立刻把蓝海集团海外债券所有的违约资料 送到总裁办公室来 马上 真没想到这个死丫头这么有胆量啊 小庄总 你放心 他没那么容易 把蓝海一星从你手中给抢走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 办法有的是 负责海外债券的财务经理呢 把蓝海杺券的财务经理那条 凳蓝海外交双 还有 我只能有结兴 赶紧 那张 我毫无锁 从我还是 尾程 就是 我们 宪教 你 蓝海在海外当地所有的产业 交易往来的情况 现在递上来的资料 全都被人为拼接过 我们只看到了大象 看不到想细想 一旦被海外银行扣押 所有连带的资产 全都找不回来了 那我叫财务中心的人过来 先别动 放假 老大 负责海外证券的财务经理 请了一个月的带薪假 今天下午一点的飞机 去国外 我跟你一起 到机场了吧 跪地走 师父 最快的速度飞机场 我给你输双倍钱 好嘞 老板 我可以的 你可以不用去的 我要跟你一起去 走吧 师父 快点快点快点 老板 这已经很快了 快快快快 快一点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 魏老大 方向 我让你查的网约车 你查了吗 查到了 DN889 上车地点 蓝海一星大厦外七十米 出发时间 二十一分钟十九秒前 出发路线 从正阳街二口上二环 如高架 进入了机场高速 老大 是他没错 坐稳了 在那儿 坐稳了 快点儿 快点儿 孙娜 救命啊 走 站住 思绪 帮我拦住他 我给你打开 别跑 别跑 小庄总 他是坐着 只要政府总安全到达机场 后面的事都好办 万一他到不了他 万一那份清单落入他们手里呢 没有那么多万一 政府总向我保证过 那份清单 他藏得好好的 别想得那么容易 这个庄星妍还好对付 可他带回来的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我总觉得有点奇怪 怎么个奇怪啊 我总感觉 在那里见过他 还有 他跟庄星妍 不像是正当情侣的相守方式 倒像是 是 孤一秀给我们干 没错 没错 我也觉得他们不像是未婚夫妇 快 快去把这个男人底细 给我仔细地调查清楚 明白 还有 除了这份海外的资产清单外 我们还需要做其他的打算 绝不能让这个死丫头 轻易地作为 集团总裁都一致 好嘞 站住 你别跑 你别跑 你别跟过来了 我什么都没干 我只是想出国 看看我老婆孩子 你要什么都没干的话 你为什么要跑 是你们追我往下跑的 我真的什么都没干 我只是 多拿了十几万的薪水而已 多难 你从别人那里收的吧 谁给你的钱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放过我吧 放过我吧 大小姐 你既然知道我是大小姐 那就赶紧把这个 海外债券资产的清单交给我 什么海外 资 资产 交给我 我就放你走 大小姐 真的不是我 这事真的跟我 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他们 他们就只是想让我走 我求你了 你要让我走吧 放过我吧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你放过我吧 好 好 我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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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ch 你 我求你了